哈喽,大家好,我是地球情报局 却表示,这个女人就是一个魔鬼,不仅放高利贷,还找人上门打我,把我的车拖走,李桂源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名叫李辉的男人开始说起,早年的时候,李辉曾是山东省东营市的一个游贩子,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暴利的行业,运气好的话,一个晚上就能赚几万块钱,李辉就是凭借这样的手段发家致富的, 而李桂源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汽车销售人员,因为长相清秀,口才了得,所以在销售过程中,如意得水,生活也还算过得去,他们两人相识于一次偶然,2014年的一天,当李辉第一次走进东营市的一家4S店时,便引起了李桂源的注意,这个精明的女人立刻笑容骂面地迎上去,热情地招呼着她,最终在李桂源乔舌如簧的介绍下,李辉眼睛都不眨地买了一辆百万的豪车, 样貌英俊,出手阔处,这不就是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满脑子都是钱的李桂源,一时间被李辉身上的风度所折服,因此便学了个借口请她吃饭,李桂源虽然算不上太漂亮,但是她笑起来眉眼弯弯,看上去十分亲切,再加上口齿凌厉,李辉对这个女人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彼时的两人也正处于离异状态,一来二去之下,互相欣赏的两个人就好上了,不久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正是这段婚姻彻底将李桂源带上了一条不归路, 2015年7月,在李会的帮助下,李桂源成立了润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做的是对外汽车分期担保业务, 之前做销售的时候,李桂源就是一个八面玲珑,处世圆滑的人,因此为了打开自己的市场, 他很快凭借之前的人脉,拉拢了许多汽车销售商,让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为自己的公司做宣传, 不少汽车销售商见这位老熟人这么快就当上了老板,压抑之于对李桂源是充满了敬佩, 他们考虑到和他合作既能增加销量,还能和这位老板打好关系,因此不少人当即就同意了, 而凭借这些汽车销售商的声誉,李桂源的公司开始逐渐在市场上打响名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李桂源为自己买车做担保,但是当时市面上汽车担保公司, 基本上已经趋近于宝盒,想要长久的在市场中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优势,因此李桂源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别人分期付款,还需要三天时间的时候,李桂源承诺他这里只需要一天时间, 就能拿到贷款,这样的条件吸引到了不少人, 一些心急提车的人都把他的公司当成了首选, 同时就连一些条件不够,其他公司不敢担保的客户, 李桂源也照说不误,没过多久,李桂源的名字就传遍了东营市, 但凡是对汽车行业有多了解的人,80%都听过李桂源的名字, 不少人心中对这个女人雷厉风行的手段,也是佩服之志, 生意最好的时候,李桂源的公司一天能签下来七八十单, 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 这样亚苗助长式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这样的经营模式容不得半分的差错, 如果有客户拖延欠款,因为还不上银行的贷款, 李桂源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李桂源成立了专门的催收队伍, 而能够进入这支催收队伍,也都不是等闲的人, 这些人都是李桂源亲自把关, 由各处有暴力催收经验的人组成的, 他的目的就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催收欠款, 随着公司规模一天天的扩大, 李桂源需要的催收人员也越来越多, 因此他又不择手段的从各处招收了一些无业游民, 来壮大自己的催收队伍, 为了不被公安部门发现自己的违法行为, 笼络人心便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只要是他看上的人, 李桂源都会悄悄地记下对方的喜好, 然后以此去讨好对方, 利用这样的手段, 李桂源招揽了一大批愿意为他卖命的人, 甚至不少人不顾他已经结婚, 成了他忠实的追随者, 但是人的欲望就像是个无底洞, 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更多的利益, 李桂源开始将手伸到了自己客户那里, 他开始伪造各种逾期付款的证明, 暗中修改合同的数据, 从客户手中收取高额的费用, 一旦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就会遭到其催收团队的一顿读挡, 此时的李桂源完全被欲望牵引着, 他觉得光是这些还不够, 因此便开始借客户逾期还款, 或者是车辆有故障为由, 擅自闯入别人家中, 将他们的车拖走, 单方面扣押, 后来因为扣押的车辆过多, 李桂源专门在京八路一带, 租下了一个一千多平米的院子, 然后将收缴来的车辆, 全部都放进这个院子中, 而这个院子自从被李桂源租下来之后, 经常是车满为患, 有时后车多得实在放不下, 不得不放在附近的路边, 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李桂源越发肆无忌惮, 甚至一度将这些违法勾当, 掰在了明面上, 只要是有人逾期不还款, 李桂源的催收部门就会将客户 以各种理由, 带到指定的地点, 进行毒挡, 然后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 直到这个人按照他们的要求, 给予高额的违约金或者是保证金, 才能重获自由, 而一旦发现有人将这些事情告到警局, 很快又会遭到他们的一顿毒挡, 通过这样的手段, 李桂源在东营市横行霸道,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也会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就这样, 短短几年时间, 李桂源通过各种暴力手段 作案共计240多起, 涉及金额更是达到了足足500多万, 就连相属的人, 他也从来都不放过, 王亮是李桂源在卖自己二手车时候认识的老板, 因为惊叹与李桂源的灵牙力尺, 两个人逐渐熟识起来, 后来的王亮还曾在李桂源这里办过分期担保, 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莫逆之交, 但是当王亮的朋友, 因为一些突发情况, 没能及时还上欠款的时候, 还是遭到了一顿毒挡, 事后, 李桂源又能屈能慎地带着礼品, 亲自登文道歉, 挨了王亮披头盖脸的一顿马之后, 依旧陪着笑脸, 最终王亮发下完自己的气之后, 只能暗自感慨, 这个女人的诚服深不可测, 随着李桂源的公司越做越大, 她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 也越来越有一个成功人士的样子, 此时的李桂源已经立语熏心到了极致, 只要是为了钱, 她什么都做得出来, 东莹是被她搅得天翻地覆, 不得安生, 可是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女魔头, 小时候还是一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是所有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1990年, 山东上东营市曹家村的一个普通家庭, 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李桂源的诞生, 为这个困苦的家庭带来了不少喜悦, 她的父亲经常会将她抱在怀里, 一遍遍地叫孩子会咿咿呀呀的她叫爸爸, 但是这样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理想, 李桂源的父亲无奈之下, 只好出门打工, 照顾李桂源的众人, 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李桂源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 大字不是一个, 只能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女儿, 好在逐渐长大的李桂源十分懂事, 经常会帮助母亲分担农活, 他知道母亲身体不好, 还会主动帮母亲分担家务, 李桂源并没有因为父亲的缺险而感到自卑, 相反, 这也磨练了他坚韧的性格, 在学校中, 李桂源成绩优异, 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还是班级里的班长, 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 这让远在外地的父亲感到十分欣慰, 就连街坊邻居见了李桂源, 都要忍不住夸上两句, 李桂源原本以为等自己长大之后, 就能带着母亲到父亲身边工作, 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好景不长, 李桂源那常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 终究是没有抵挡住花花世界的诱惑, 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生了一个儿子, 有了儿子之后, 李桂源的父亲认为自己有了依靠, 便再也看不上家中的糟糠之妻, 连女儿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喜欢, 他认为女儿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 就算留下来也没什么用, 因此他毫不留情地, 向李桂源的母亲提出了离婚, 小小年纪的李桂源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尊敬的父亲,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一怒之下, 他当机率断地和父亲断了联系, 从这之后, 他的世界中就只剩下母亲了, 但不幸的是, 李桂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受到刺激, 身体每况愈想, 生活的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李桂源身上, 每天放学回家, 李桂源不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写完作业之后, 可以在街上跑着玩, 而是帮助母亲做起了家务, 尽量帮母亲减轻负担, 在这样的环境中, 李桂源并没有对命运的不公, 感到哀声叹气, 而是始终保持着优秀的成绩, 还考上了最好的高中, 进入高中之后, 李桂源不得不开始了住校生活, 而家中的重担也全部落在了他母亲一个人头上, 很显然, 他的母亲并没有能力攻得起女儿上高中, 就连一百块钱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 无奈之下, 李桂源只好辍学开始了打工生养, 而他的命运也从这一刻开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 李桂源只能从最基层做起, 拿着父亲出于愧疚给予的一万块钱, 李桂源在这个小县城中开了一家服装店, 凭借着出众的口才, 他将这个不大的店面, 经营得有声有色, 还赚了不少钱, 眼看每日都有大笔的钱进涨, 李桂源高兴得何不拢嘴, 也就是在这时, 他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郝勇, 郝勇老是本分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他, 最终两人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生育了一个孩子, 此时的李桂源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正当他准备将自己的店面进一步扩大的时候, 互联网行业忽然发展起来了, 不少年轻人不再出门逛街, 而是选择了网购, 这也就导致了李桂源的生意越来越低迷, 最终不得不选择关闭了店面, 从这之后, 李桂源就开始跟着丈夫在4S店中工作, 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但是李桂源肯吃苦, 肯学习, 很快他就掌握了大部分车的型号和功能, 并且在面对客户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 到后来, 基本是只要他接待的客户, 90%都能成交, 李桂源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职员成为了领班, 如日中天的事业, 让李桂源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忽略了丈夫和孩子的感受, 最终在李桂源的事业走向高潮的时候, 两人的婚姻逐渐走向了破裂, 后来, 李桂源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 对他来说, 只要能够赚钱, 无论在苦在累都在所不惜, 也就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 在认识了李辉之后, 李桂源一步步走向了陌路, 但最后不会永远被笼罩在阴影中, 2018年3月, 在当地警方调查一例非法拘禁的案件时, 察觉到了润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异常, 工工部门当即对这个企业展开了调查,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才发现, 原来这个公司涉嫌组织黑社会, 参与暴力事件多次, 还涉及偷税漏税等罪名, 他的丈夫李辉最终被判处了23年有期徒刑, 而作为主犯的他则是因为怀孕, 被屈保候审, 公工部门原本打算等他将孩子生下来之后, 再对他进行处罚, 但谁知他不仅不思悔改, 反而趁机逃离了警察的监控, 最终由于长时间的搜查无果, 警方不得不三度发出了悬赏通告, 并且赏金一次比一次高, 最后足足达到了30万, 如今, 这名女犯人依旧在逃, 希望广大群众能够发动自己的力量, 早日抓捕犯罪分子归案,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对此案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地球情报局, 我们下期再见。